但是首先,为了庆祝爱多美英国的发布,Ruby和朴董事长与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共进了下午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最亲爱的爱多美欧洲家人们,这几个月真的是太棒了,令人惊叹的是,我们终于在这个我们梦想已久的重要日子,欢聚一堂。 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漫长的日子之后,这一刻终于到来了,爱多美顺利地来到欧洲大陆。 几个月前,当我最初向朴董事长和爱多美园区的其他高管介绍我对爱多美欧洲的商业计划和愿景时, 我知道我们将会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旅程,要实现巨大的目标,但我从未预料到它会如此的令人兴奋。 我们在此取得的成就,爱多美在横跨整个大陆拥有多个仓库、税收系统,和在不同时区的不止一个,而是三十多个国家的开业,是爱多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在全球流行病和英国退欧的极具挑战性的背景下,完成所有工作。 这是我国五十年来最大的宏观经济变化之一,尽管如此,我们欢迎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的会员,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德国、法国、挪威、瑞士等等的团队。 爱多美英国及欧洲将成为爱多美家族中最具多元文化的分支之一。 而为我们的每一位会员服务,是我的荣幸和荣耀。 珍爱灵魂,这一直是我们爱多美社训的一部分,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刻,尤其是在发布会之前。 在一些时候,是对耐力的考验,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但是,爱多美是一家以人为本的公司。 无论是关乎我们的会员,还是关乎我们的员工。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互相照顾。 通过与我们的会员的交谈与会议,我们能感受到焕然一新,重新焕发活力。 与你们所有人建立连接,并感受你们的力量。 这不断提醒我们,经营梦想,坚定信念,和谦卑服务的最终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